习惠播出多年,剧中也登场了不少角色,那么在这些角色中,你觉得谁的人气最高呢? 第一位懒羊羊,她是主角团之一,也是所有小羊中最懒的一位,但是架不住懒羊羊羊阁魅力高,看起来憨太可居,再加上她的声音软绵可爱,撒起娇来更是让人难以招架,看到这样的她,又有谁能顶得住呢? 第二位灰太郎,关于她,在网上一直有一句话流传着,要嫁就嫁灰太郎,灰太郎妥妥的是宠妻人设,爱老婆胜过爱自己,聪明能干又有毅力,虽然是反派但每次在家人遇到危险,或者羊狼面对共同危机时,她都会放弃捉羊的思想,选择和小羊齐心协力解决危机 第三位受羊羊,她可以说是所有女生的公敌,原因很简单,她拥有女生特别想要的两样东西,一个是长睫毛, 瘦羊羊的睫毛长得简直就像是贴了假睫毛一样,让人非常羡慕,另一个就是瘦了,瘦羊羊的瘦,是女生使经见都瘦不到的地步,可她轻轻松松就能做到,光是这两点,就足够让人羡慕 第四位喜羊羊,她是小羊团的守护者,每次遇到危险,都是喜羊羊去救他们 不过在早期的时候,喜羊羊身上也有很多不足,好动调皮,挨床祸,但她本性善狼 喜羊羊是个心急勤快的人,经常是曼羊羊只说了前半句,喜羊羊就把事情做完了 可大多数时候,她都因为话没听权,导致她经常闹笑话 第五位暖羊羊,她是大肥羊学校的班长,性格温和,又团结友善,是大家眼中的三好学生 因为太过善狼,她总是认为世上都是好人,暖羊羊非常乐于助人 不管是伙伴还是敌人,只要对方需要帮忙,暖羊羊都会伸出援手 虽然会带来祸端,但大部分时候都会有福报,也是因为她的善狼 所以她成为了第一个和狼做朋友的小羊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大巴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